人自出生以来往往因为家庭出身 以及自身的能力和食运而拥有不同数量的财富 造成了贫富之差 所以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往往惧怕贫穷 一生都在追求财富 代表儒家思想的著作《论语》中说 生死有命 副代表中国道家学书的老章思想 究竟如何看待贫穷与富有呢 他与儒家思想又有何一同呢 台湾大学傅佩隆教授 将带领我们一起探讨老章的智慧 进行关注第七集贫与富 我们今天的主题要谈的是贫与富 说到贫穷跟富裕啊 那几乎不要选择 每个人都会赞成啊 能够得到富裕 当然是最好的 但是人的生命里面 他不是只有一次的选择 你对于许多目标呢 在不同阶段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 那有关贫与富这么重要而复杂 有趣的问题啊 我们就要看看 从道家的观点 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启发 张三是个富翁 家里面有个仓库 里面摆满了一箱箱的金银珠宝 他每天最大的乐趣啊 就到仓库里面去看看这些珠宝 他有个穷朋友 知道他家的情况 就跟他说 听说你家有这么一座仓库 能不能让我也去看看 开开眼界吧 张三说 看是可以 不能拿 那当然了 于是呢 这个穷朋友呢 就到张三家去 进入仓库 把这些一箱箱金银珠宝 也整个看了一遍 看完毕出来之后 他就对张三说 我现在跟你一样有钱呢 张三说怎么会呢 你什么也没拿 仓库是我的 怎么跟我一样有钱呢 这个人就说了 他说你这些金银珠宝 是用来看的 我到里面去看了一遍 那不是跟你一样有钱吗 的确 有些人资产太多了 用来看的 他的存款上 后面的零太多 根本用不到的 在庄子里面 有一面很短的预言 姚得到天下之后呢 想把天下 让给他的老师 叫做许游 天下不得了啊 我们以前常常听到说 贵为天子 富有天下 那不要说金银珠宝了 结果许游说我不要 算了吧 老鼠在溪流喝水 所需的也不过是买户而已 你说把天下让给我 我要他来做什么呢 况且天下已经给你治得很好 你想把美人让给我 我要这些空名来干什么 原生的故事来阐述 对于贫富的认识呢 今天既然说的是贫与负 我们就要看看老子有什么想法的 我们一再提过老子有三宝 前面只说过两宝 要像道一样 作为母亲 关怀 包容 体谅 每一个人 珍惜每一样东西 第二个法宝呢 叫做减 就是节俭 第三个就是 不敢为天下先 你不要再跟别人争 你说到节俭的话呢 有钱没钱都可以节俭 也就是说你把注意力不要用在赚钱跟花钱上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生命其他方面的发展 其他方面的目标 所以老子的态度呢 对于这个平均富啊 他倒没有特别说有钱一定不好 或者穷人一定好 这种话说出来有点像是反讽 或是一种阿Q的口吻 而老子呢 只是告诉你事实 所以你能够节俭的话呢 你所有的一切才能用得广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资源啊 是一定的 如果有人多有人少 叫做贫富不均 贫富不均的话 这个世界很难维持和平 这种观念是正确的 但是在道家里面看来 贫穷是一个人比较容易处的情况 尤其在乱世里面 像庄子的贫穷就很有名啊 你看庄子这本书 他一方面有学问 但不肯做官 那只好怎么样呢 过贫乏而贫穷的生活了 出门都要带弹弓顺便打鸟 经常去钓鱼 让家里面的一家人啊 有一些加菜的机会 庄子穷到什么程度呢 他有一次实在是受不了了 就去找一个老朋友 这个老朋友是管一条河的 叫做尖河猴 跟他借你 他穿着一身破烂的衣服 好不容易到了这个老朋友这里 说我要跟你借你 尖河猴说好 我下个月收到税金的话呢 借你三百斤 庄子立刻变了脸色 然后说 昨天我来找你的时候 在路上 听到有人在后面叫我 我回头一看啊 原来是地上被车轮压凹的地方 躺着一尾鲫鱼 我就问他说鲫鱼啊 你叫我吗 这鲫鱼说是啊 我是东海来的鱼啊 现在在路上快要渴死了 能不能给我一生一斗的水 让我活命呢 我就跟鲫鱼说 好 我去找吴国越国的国军 请他们开掉运河 把西江之水呢 引来这边来救你 这个鲫鱼立刻变了脸色 说你这样子还不如 早点到鱼竿店找我算了 等你水来了 我都变鱼竿了 对于吝啬财富的人 庄子用预言加以讥讽 对于物质财富 庄子有着独特的见解 老庄的思想认为 人的一生重在修炼 精进自己德行 从而让思想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 只有这样才能领悟到人生真正的快乐 那么庄子如何看待贫穷呢 老庄的思想中 究竟崇尚怎样的生活境界呢 那么在庄子来说的话 他对于贫穷啊 有他特别的看法 一般人都以为庄子批判儒家 其实在庄子里面 你注意看就会发现 他对于儒家有好几个学生 很穷困的 他特别表扬了 因为他们的遭遇啊 跟庄子自己差不多 他表扬了三个人 一个人叫做袁县 袁县这个学生啊 在论语其实出现过 就是第十四边叫做县问边 县就是袁县这个学生 那这个学生呢 很穷困 但是他能够坚持他的穷困 他住的地方啊 简直惨不忍睹 用茅草盖成了房子 外面下大雨 里面就地上是湿的 然后家里面呢 什么都没有 一贫如洗啊 那个门啊 就简单用这个稻草做成的 不需要门栓啊 因为没东西可以偷 他的老同学子贡来了 我们都知道 子贡在孔子学生里面呢 做生意做得好 发财了 那子贡来看老朋友袁县啊 坐着大马车 穿着这个名牌的衣服啊 但是袁县家的巷子太小了 这子贡指导下车走进去一看 哎呦 怎么个老同学落魄到这个地步 他进去就问说 老兄啊 你是不是有病啊 袁县怎么说 他说我是贫穷 不是有病 读书人有理想而不能实现 才是有病 他等于是倒过去 要你子贡自己反省 你念书了 你跟着老师念书 你现在所做的事 合乎以前老师的要求吗 子贡听的时候面有窥色 不知道该往前走 还是往后走 叫做轻循不定啊 这是庄子笔下所描写的原先 他虽然穷困 但是精神生活非常富裕 第二个学生呢 我们也很熟 就是真生真子 那么在庄子笔下学到真子 你看的更是不忍心 真子也是一样 住在一个非常穷困的环境里面 三天没有生活烧饭 十年没有天制衣服 帽子扶正帽袋就断掉 衣服穿正手指就露出来 鞋子绑起来脚跟着着地 这看起来简直惨不忍睹 但是真生在房间里面 念出这经典的时候呢 有如今时日之身 天子不能以他为臣 诸侯不能与他为友 你看这两句话一说的话 你看天子诸侯放在一边 我真生呢内在只有道 我可以得到快乐 这穷困对我来说完全没有影响 那第三位孔子的学生受到庄子肯定了 当然是颜渊啊 颜渊这个学生的穷困啊 跟他的快乐不必再叙说了 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发现什么 庄子对于贫穷 他认为贫穷没关系啊 死也命也孕也 但是如果你有病 代表你有理想不能实现 庄子有一次也是穷得不得了 受不了了 就去拜见魏王 他穿的也是一身打着补丁的衣服啊 然后用这个是草绳啊 把他破鞋子拴在脚上 要不然就掉了 魏王一看 你这个人这么有学问 这么有名望 现在跑来找我 看你简直是太萎靡的样子 魏王就说了 先生 你怎么做般困苦 这是贫穷而不是困苦啊 有大智慧而不能化形天下 这才是困苦啊 他接着立刻讲预言啊 他说你没见过猴子吗 猴子在高大的树上翻来覆去 这边跳那边跃 没有人抓得住他 那真是非常开心啊 但是他如果到了荆棘从中啊 这边碰就刺一下 那边碰又砸一下 今天这个时代叫做昏上乱象 所以我这个猴子啊 就好像处在荆棘里面 那不能怪我 是时代的问题 他顺便也把这个魏王啊 给教训了一顿 说你这个政治没有办好 我们这些念书人有学问 不能用 以至于陷入穷困 谁的责任啊 所以讲到穷困的话 我们都知道 在道家里面 总是给你一个底线 就是如果你什么都没有 你照样可以快乐 那再进一步往上走 就这是一个思考的模式 你如果先规定说 你要有多少钱 才能过正常的生活 那很多人想 那我这一生 怎么样过一个 有意义的人生呢 就成为一个大的问题了 道家的思想 崇尚一切归于自然 天人合一 清静无为 老庄的思想认为 贫穷与富贵 并不是决定生活 是否快乐的重要条件 所以对于获得财富的赚钱手段 庄子也有着独特的见解 那么庄子究竟如何衡量贫富 看待赚钱这个事情呢 那么接着我们就要问 那贫富之间怎么去衡量呢 关于这个问题 你有时候你可以说 我安平乐道 但是有些人说 我受不了穷困 那我非要富贵不可 在庄子里面 有一个很短的预言 他说 魏国的公子 公子牟 他跟詹子说 他说 我身体虽然在江海之上 但是心里面 想着王室的荣华富贵 身在江湖之上 心存未缺之下 就好像我的 虽然隐居了 跑到江湖上 过一个隐世的生活 但是我毕竟是一个公子 我想到说 以前在王室的荣华富贵 哎呀 也是蛮令人怀念的 那该怎么办呢 詹子跟他说 你要珍惜性命 你就会忘记利路 但是公子牟说 我就是放不下呀 这边放不下 那边也放不下 詹子给他建议 你放不下就不要勉强 你如果勉强 那你又做不到 叫做双重伤害 一个人有双重伤害 很少能够活命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能安于贫贱的一种生活 不要勉强 你好好找个工作 赚钱去 这不是坏事 赚钱可以用正当的手段 说到赚钱这件事 本来就是一个 社会合理发展 所提供的各种条件 比如说 你讲到赚钱 那你就要问 赚钱的手段是什么呢 这一方面 赚子就很挑剔了 因为很多人 把金钱当作唯一的目标 就有点不择手段 在庄子里面 我们先讲一个故事 这也是很有名的故事 庄子有一个邻居 叫做曹商 他是宋国人 他有一次代表 宋国到秦国当特使 他出去的时候 只有几辆马车 回来的时候 秦王对他很欣赏 送他一百辆马车 所以曹商得意的不得了 他跟庄子说 他说像你这样 饿得面黄肌瘦 住在穷街漏巷 靠肢草鞋为生 我是不行的 我呢 一旦代表宋王出使 一回来 就可以赚到一百辆马车 这是我的本事 说实在 在庄子面前 敢自我炫耀 简直是跟自己过不去 庄子立刻说 秦王有病的时候 招请医生 能够帮他把浓疮 给溃散的 送一辆马车 帮他把痣疮给治好的 送五辆马车 他不但说治好 他是用舌 用舌头填好的 送五辆马车 你替他治疗的部位 越背下 得到的马车就越多 你得到一百辆马车 大概是替他治好的 什么痣疮吧 你赶快离开 这可怕 你看 这个人本来想象 庄子炫耀 结果被庄子证明一讲 真是难堪 到现在还有一句成语 就是损庸适制 就好像一个人 为了得到富贵 不惜 做一些非常 卑微可耻的事情 这也出于庄子 所以你用这种手段 赚到钱 哪里值得别人尊敬呢 另外一个人的表现就不同了 这个人叫做涂阳说 我们也知道 古代人取名字 往往把你的工作 或你的特色 放在名字上面 涂阳说三个字 你就知道 这个人叫做说 他的职业是涂阳 就是窄阳 专门杀阳来卖的 楚昭王 因为吴国来打楚国 楚国打败了 楚王就逃难去了 逃难的时候呢 有些大臣 有些百姓就跟着逃难 隔了几个月 楚昭王回国 这些人跟着回来 涂阳说也在里面 楚昭王回来之后 就要怎么办呢 就要奖赏 当初跟着逃难的人 现在都要给他奖赏 于是一个一个奖赏 到最后到了涂阳说 涂阳说拒绝 他说 大王逃出国外 失去了王位 我失去我涂阳的铺子 大王回国 恢复了王位 我也跟着回国 恢复我涂阳的铺子 就是一家小店 我并没有损失了 我还需要你什么奖赏的 不要了 大王听到有人拒绝 当然不开心 就是勉强他接受 楚昭王又说了 他说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 大王失去国家 不是我的责任 所以我不敢受惩罚 大王回国复卫 也不是我的功劳 所以我也不敢接受你的奖赏 这个大王一天 怎么第二次拒绝呢 再派人去说 一定要他接受 叫他来见我 涂阳说怎么说呢 他说 楚国的法令规定 立大功的人 才能得到大王的接见 我一个涂阳的人 也没有什么样的智慧 也没有什么勇敢 吴军攻入首都的时候 我是害怕 才跟着大王逃亡的 我哪里有资格见大王呢 我不喜欢天下人 认为大王随便接见一个 没有功劳的人 又拒绝了 但是大王一听 这个人虽然是干的是杀羊的事情 他讲的话很有道理 让他当山公 山公在楚国是不得了 你看这个大王真是有权力 就要让一个宰羊的人当山公 涂阳说孩子拒绝 他说我知道 山公的爵位太高了 比起我涂阳的铺子 根本是千里之别 万里之别 并且万中的利路 这个薪水太多了 比起我涂阳赚的钱 也是差了千万倍 但是呢 我不希望 无功受禄 让大王被人家嘲笑 说你看 这个大王自己一时高兴 就用一个涂阳 说来当一个山公 还是拒绝了 这说明什么 这样的人不简单 安分知足 他知道自己是什么料子 那没关系啊 我就做我该做的事啊 我何必勉强去当大官赚大钱呢 那不是我该做的 不是我能做的 所以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知道 在道家里面 他对于说 你赚钱的手段 要特别的留意 但是说到这个赚钱 这实际上总是有人发财吧 发财有时候也是 死也命也孕也 那好了 一个人如果说 太有钱的话 怎么样呢 在庄子书中有一段 我每一次念到 都深深替有钱人感到担心 感到着急 当然很多有钱的朋友 也比较难过 庄子这样说是说 你如果不小心 就会陷入这样的困境 你如果已经注意到的话 根本就没问题啊 像我前面说的 赚钱可以是很好的事情 因为可以行善呢 庄子说 天下任何事 君贫就是福气 多余就是有害 万物莫不如此 金钱尤其是这样 有句古语 人为财子 鸟为食王 自古以来 人们对于金钱 都有着太多的欲望 但是在庄子的眼中 过多的金钱 却是生活的负累 那么庄子 为什么这样认为 老庄思想中 富有的人 又该如何对待 自己的金钱呢 他接着说 有钱的人啊 有六种困难 哪六种困难呢 第一种 迷乱 耳中听的是中骨管销的声音 口中尝的是牛羊美酒的滋味 他的意气 可以随便展现出来 但是很容易遗忘的正夜 你看一到晚上 有些人就吃喝玩乐 在那一刹那 根本忘了自己是哪一行的 这个行业的要求是什么 也都是放在一边的 这不是迷乱吗 第二个 劳苦 有钱人喜欢冲软面 要各种规格 各种要求 就好像负重爬上山坡一样 他这句话跟西方的观念 倒蛮接近的 莎士比亚写到有钱人 就用一句话 有钱人就像一头驴子 拖着沉重的金币 走完一身 那庄子这边说的 有钱人其实很累啊 这金币也很重啊 就好像负重走上山坡 劳苦 这第二个 第三个 疾病 有钱人啊 钱多了 到最后恐怕是 营养过剩 变成生病了 或者说 钱了之后 有了之后还要全力 那为了 增一点全力 弄得筋疲力竭 那跟生病也差不多了 第四个 耻辱 家里面已经很有钱了 钱已经堆得像墙一样高了 但是还是贪求不移 还是到处找机会 新的机会 新的投资 新的发展 赚新的钱 赚更多钱 这一台不是好像耻辱吗 第五个 忧虑 有些人烦恼特别多 我们说 无关一身轻 那没有钱的人 也是很自在 一个流浪汉 你问他需要什么 给一瓶酒 给本圣经 就够了 这在西方是 很简单的观念 流浪汉 有一瓶酒 有一本圣经 他觉得我什么都不需要 但是如果有钱的话 又要想这个 又要想那个 跟别人竞争比较 又如何 将来子孙又应该如何 麻烦 烦恼特别多 这叫做忧愁 最后一个呢 恐惧 有些人没有安全感 在家里面 就怕小偷来打劫 在外面 就怕强盗来伤害 在家重重防备 出门不敢单独一个人行走 这就是恐惧嘛 所以他把这个六个词呢 一起说出来 叫做乱苦 急 入 忧 味 你看的时候都觉得 难道有钱人是不好的事吗 他是应该受这么多苦吗 其实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你自己没有认真去思考 分辨金钱的价值 以至于才会陷入这样的困境 所以有关平均富的话呢 我们看起来 好像道家的主张啊 偏向说 你如果穷一点 你还可能去 到人生的其他方面的价值 你如果太有钱的话 很容易就是 沉迷在金钱的享受里面 以为人生呢 只有这些物质方面的享受 那恐怕是得不偿失啊 在老中的思想中 最高的境界是逍遥游 这种境界在于超脱 归于自然 而儒家的思想更加务实 那么对于贫穷和富有 道家和儒家究竟有何一同 面对现实生活中的贫富 我们该如何做到超脱 获得真正的快乐呢 说到平均富的问题啊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从 一些其他的观点来讲 说明 我们说 人的生命在社会上 一个社会 一定是有些人有富有贵的 像孔子也说嘛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除也 要用正当的手段去得到 否则你就不要接受 但是孔子又说了 平与贱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这话就比较奇怪了 他说平与贱呢 是每个人都讨厌的 他如果不以正当的方式 加在我身上 我不会去排斥他 这怎么说呢 就好像我在一个地方 我本来凭我的本事 可以往上提升的 但是别人陷害我 别人不公平的手段 剥夺我的机会 使我陷入贫鉴 但是我不要排斥他 一般来讲 所有的圣贤都会提醒你 富贵的诱惑特别多 修行更不容易 相反的 如果你贫穷的话 你要修行 可能更容易了 因为你外面没有什么样的机会 你只有往内在去开发 这一来反而容易 让生命的境界 更圆满地呈现出来 在儒家里面 有这样的一种态度 庄子也了解 庄子里面谈到几段 有关孔子受困的故事 都特别生动 孔子在成国菜国之间 曾经被围困了几天 同学们都没有办法找到米 无法生火烧饭 只能捡一些野菜 煮一些菜汤 菜汤里面一粒米都没有 大家勉强这样子过几天吧 这个时候 子路跟子宫在外面找野菜 越找越生气 就开始抱怨了 做我们老师到底怎么回事呢 天下这么大 走到这个绝路上 骂他的人没事 要杀他的人也没罪 他还在房间里弹琴唱歌 怎么会这么无耻呢 当然这是庄子写的 孔子的学生肯定不会批评老师无耻 庄子就这样写 怎么那么无耻呢 结果被言渊听到了 言渊听到之后 就进房间向老师报告 说子路子宫这两位同学 怎么样在外面发牢骚 公主说把他们找进来 我来开导他们 公主跟他们讲了 他说我们君子穷亦乐 通亦乐 所乐非穷通而在于道 他说君子贫穷的时候快乐 通达的时候也快乐 我们的快乐既不在贫穷 也不在通达而在于道 所以这才是儒家思想的争议 我们说儒家思想讲入室 他不是为了做官发财 儒家即使想做官 也是为了照顾百姓 即使想发财 也是为了照顾百姓 这是儒家 但是他的道更重要 这个儒家的道是从内在真诚出发 从人性向善 到责善固执 到子余至善 透过我个人生命的完全完美 来使整个社会得到改善 得到福祉 这是儒家 而在道家里面对儒家这种理想 也能够欣赏 所以我们讲平与负的时候 是要强调 你对生活基本的要求是什么 你不要要求太多 因为你永远要求过完 你要常常记得 多少钱算是足够呢 你要给自己设限 否则的话 你在这里面 恐怕消耗很多生命的能量跟资源 到最后呢 也许可以得到一些财富 但是你损失可能更大 就好像我们开头说的 随猴之猪一样 你用这么宝贵的生命 这颗猪子像宝猪一样的 去打一只麻雀 就算你打到了一只很大的麻雀 那猪子也不见了 因为在想象中猪打出去 恐怕就遗失了 或是毁坏了 那你这一相比之下 不是变成损失更大的吗 有一次我看到一张报道 已经是很多年前的印象深刻 他就报道比尔盖茨的事情了 当时是世界首富 现在也是排名前三名的 他抱着自己三岁的女儿 旁边就写一句话 我抱着我这个小女儿 我觉得自己最幸福了 很多人说我家有一个女儿 怎么我抱着说不觉得幸福呢 因为你没有她那么多钱 是吗 金钱只是必要条件 人间的亲情 友情 爱情 才是充分条件 你有这个基本的生活条件之后 这个不需要去比较 有些人一定要几个亿 几千万几百万 有些人恐怕只需要几千块就可以了 或是随时手边有这么几百块 他就觉得够了 接着就是我的生命自由发挥的空间了 那这样一种生命多么自由自在啊 所以人的生命有它内在的可贵 这是到家市场的重点 所以老子强调说你要约 要能够约束自己 要尽量去除各种奢侈浪费 要尽量过简单朴素的生活 不是要你贫穷而已啊 是要你说在这种生活条件之上 你可以建构你的生命里面丰富的内容 你可以根据寻找生命里面最高的价值 在到家来说就是要设法悟道 我们还有几次会慢慢把这个焦点的 越来越引向道这样的概念 到时候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儿 谢谢各位 生与死是每个人都不能违反的自然规律 人们往往渴望生而畏惧死 而道家却认为生与死是自然的轮回 人生的重点不在于活多久 而在于活着的时候 有没有觉悟人生的真谛 为此老子对于出生入死 给出了什么与众不同的解释呢